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单往那一站就迷倒了万千少女 都说人红是非多 许凯也没能逃过这个魔咒 事业刚刚起步就被人扒到了各种黑历史 1月27日 有眼间的网友发现 许凯的个人微博取关了曾经合作的搭档白露 再看白露的关注列表早就已经没有了许凯 两人难不成是商量着互相取关 此前 许凯和白露合作过两部影视剧 在剧中饰演男女主 郎才女貌互动朝天 CP感十足 虽然早已结局 但观众们似乎并不能走出剧情 硬是捆绑CP 关于两人现实中是否为情侣 始终是个未解之谜 一时乎赤瓜群众才猜测 两人取关可能是分手了 正所谓 有人欢喜 有人忧 CP粉们纷纷为此感到可惜 双方粉丝确实十分高兴 开启了蝴蝶模式 白露方粉丝称 许凯这波操作是在曾热度 何出此言呢 当天许凯多次登陆微博 先是取关了白露 隔离段时间后又点了关注 然后再次取关 如此轮回了几遍才彻底将对方取消关注 暂且不说别的 许凯这双双双操作 简直令人迷惑得不行啊 如果是点赞了微博可以解释为手滑 那这样循环关注是啥意思嘞 再看当天白露的后台登陆时间 显示整天未上线 难怪许凯会被女方粉丝骂是戏精呢 纯属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对此 网友们纷纷跑到余正老师的微博底下留言 鱼妈 你的房子塌啦 毕竟许凯和白露这对CP 是余正当初强行捆绑的 也是最看好的一对荧幕情侣 为此 鱼妈曾把两人的亲密合照 设置成了微博背景 可见对他们的期望值相当高 面对网友们的调侃 以八卦脸著称的鱼妈 当然不会聚弱网文 回复 就是不希望粉丝吵闹 所以 让演员们彼此简单点 想哪儿去了 也外这就是这两人还没分手哦 不过这两人的关系 最初属实挺尴尬 去年的跨年晚会中 许凯和白露都有亮相 但在互动环节中 白露和好友要合照 许凯刚好挡住镜头 白露便推推嗓嗓地把许凯推走 脸上透露着反感和不耐烦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纷纷为许凯叫去 并公开让两位女明星道歉 虽说是芝麻大点儿的小事 由于大家带节奏 曾让两位当事人关系尴尬了好一阵 直到余正再次当何师郎 让他们合作了一部剧 正是大火的烈火军校 此前在拍摄烈火军校时 两人在戏外依旧请你 打打闹闹 网上曝光过一个动图 白露抓住许凯的屁股 谁进捏了捏 如果不是真恋人关系 那能做到这般地步 重点是旁边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和群演 他们似乎也没当回事 真是难以指示 要说许凯和白露之间没点猫腻 想必没人相信 只是不想公开罢了 不管怎样 如果恋情是真 希望能长久 如果是绯闻 大家就别再带节奏了 毕竟戏都演完了 不是吗 前不久在片场演员白露手掐徐凯臀部的事情 被娱乐圈热议 都说在片场怎么能够这样呢 而两位更是作为于政旗下的艺人 这回呢 两人暂时未做出任何的回应 老板于政却是在刚刚做出了回应 更是母里母气的怒怼黑粉 称 那些一直骂我家女艺人的脑残粉 要闹你们继续闹 不要妨碍我们一家人关系好 并且官宣 以后于政旗下会有更多的艺人出现的 也会有更多的CP出现 让黑粉们不要放松警惕 这也是于政在支持明星之后的好几回力顶明星了 而对于于政而言 在娱乐圈虽然说法不一 但是作为这位编剧 虽然之前与琼瑶之间的版权是一告一段落了 当然娱乐圈也知道于政是什么人了 而最重要的是这位于政老板对自己公司旗下的艺人可是很支持的 这点小编倒是很赞同的 毕竟现在的饭圈中都是一帮脑残粉丝 于政这回的做法只是堵住了那些脑残粉丝的嘴而已 而至于于政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目前未公不细则 于政的嘴巴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 饭圈现在看来也确实是有些过分了 毕竟于政作为频繁出爆款剧集的他而言 更是签约了不少艺人 之前立顶吴景言这回对于白露和许凯更是立顶 那么对于白露和许凯这对CP而言 于政当然是向着自己的艺人了 于政支持自己家的艺人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只不过对于于政而言 这样的做法也是很正确的 毕竟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了 大家从内容上还是认可于政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回于政自己亲自下场反黑 支持白露许凯两人 影视剧中的摇篮夫妇和真相CP也让人印象深刻 你看好后续两人更多的合作吗 当然啦从现场不难看出 白露和许凯的确是合作了很多次了 而这两人在片场这样 无非也是打纳而已 只不过现在的娱乐圈 说者无意听者有意而已 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白露和许凯这对CP最终还是会 以一个年轻的面貌展现在观众面前的 但是未来的戏码中 他们又会演绎出什么样的经典呢 在于政新剧烈火军校粉丝见面会 看白露许凯在先尬舞 两人合作过四次 但也就招摇和烈火军校的对手戏多 你们觉得两人是什么关系呢 于政要炒CP也是情理之中 只不过只能怪现在的饭圈 的确是不怎么让人省心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更多精彩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